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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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T恤是可以解決任何風格需求的解決方案 不管是去上班還是應酬都非常的適合 那麼以下是TJ替他統整的幾個小訣竅 可以讓你穿T恤時更加的精緻而且時尚 那麼首先是第一個小訣竅 可以增加提升外觀的元素 例如夾克以及亮面腰帶 也許你聽過2x2的著裝原則 將兩件休閒服飾與兩件正式的服裝相互結合 在這種情況下 時尚的牛仔褲和T恤扮演著休閒的角色 而夾克和腰帶則被賦予了高貴的基調 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公式 可以使服裝與眾不同 我們希望提供其他替代品 因此你可以用西裝外套或者封衣代替甲克 它們將具有相同的功能 那麼接下來是第二個小訣竅 想要擁有正式的造型感嗎 那麼請你搭配尖頭鞋 這就是定律鞋子決定造型 這些也有能力給你我們想要的結果 例如網球鞋給人一種休閒的感覺 而尖頭鞋則給人一種精緻的感覺 這款鞋有趣的地方在於 無論是尖跟小貓跟還是平底 在需要造型時 它的三角形式面都是關鍵元素 緊接著是第三個小訣竅 可以試試超大配件、印花或者是特殊的色彩 只修身牛仔褲與T恤融合的另一種方式 是增添第三件顏色鮮豔、印花或寬大的單品 這將使結果變得前衛和創意 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細節 就是配件、緊嘗試、XL號項鍊、明亮的耳環或髮式 如蝴蝶結、圍巾以及帽子 接下來這一點 很多人可能會不小心忽略了 沒有錯就是穿著精緻的T恤 在創造風格時 服裝的布料、色調和輪廓始終都非常重要 因為它的意義就取決於此 如果你想擺脫牛仔褲與T恤所傳達的那種 無憂無慮的本質 你可以嘗試針織面料、色塊、蕾絲或透明面料的T恤 那麼以上就是本週時尚週報 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2024春夏修身牛仔褲如何搭配白T恤的指南 這樣你知道怎麼搭配了嗎? 那麼記得持續關注我 也歡迎到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們也喜歡以上這幾款的搭配嗎? 但在離開之前千萬不要忘記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前進的動力 那麼我是DJ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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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